真是菊花 大山那隻 艾森 對啦 我本身也不發脾氣 還有幾天就到聖誕節了 不知道大家買了聖誕禮物嗎? 其實送禮物向來都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 特別是你送給另一本 你送得對就有好日子過 如果送得不對就有排離售 不如我們看看大家想收什麼聖誕禮物吧 我想可以有兩張機票跟著去旅行 可以去自由的時間 我想收到一個新的規模 如果有人送一顆Bitcoin 或者100億的柴狗幣給我就好了 和Dyson的東西都OK的 聖誕想收到什麼禮物 我想放假 大家對於想要什麼聖誕禮物 都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平時我們三個女生在聊 這次我們就找到一個男士 來和我們一起聊聊 聖誕禮物想要什麼這個題目 你們又覺得剛才他們想要的東西 你們又想不想要呢? 我也想要 我想要一個開關之後的旅行 這個不錯 因為大家運了太久了 機票 或者其實如果還沒開關 Staycation 都是很不錯的選擇 我也覺得其實大家都可以重視一些 想放假的體驗 即是可以心靈 身心都放鬆的一些假期 那直男人又想收到什麼聖誕禮物呢? 我想收到可能 一些實用一點的東西 例如球鞋 遊戲 遊戲 平時自己關興趣事的東西 但通常女生都不是很厲害買這些東西 是的 她說的全部都是會重複 例如球隊會錯 買錯球隊 甚至是那個 朋友原來是喜歡看足球的 就買了一些籃球員的 不知道什麼給她那些 然後遊戲又會PS4買了PS5 是的 全部都是會重複的 所以多數我都會打開口牌 打開綠燈跟她說 想要哪一樣東西 大家都好早點 我見有時有些女生 都會這樣暗示給男朋友 究竟我想收什麼禮物 例如有隻手 有些空的 給你 是的 我覺得這樣暗示 都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至少你不會買錯禮物 那不是會沒有了驚喜嗎? 是的 我覺得看你需要驚喜 還是要適用 你們會怎樣選擇? 其實我是喜歡在節日之外收到一些小禮物 如果是節日的話 我是想吃一頓很好吃的晚餐 可能兩個人安安靜靜 自己煮又可以 或者出街吃又可以 但是那一頓要好吃的 如果我想收禮物 我都會想收一些體驗型的 例如那些什麼高空sip line 或者是那些滑翔山 不是一份禮物 但是當作一份禮物的時候 那個紀念的價值會更大 所以都很特別 即是如果你的男朋友 送一個可能一天 你精心準備一個行程的話 其實會比一份比較核質上的禮物 真的 真的 我自己是喜歡去找禮物的 還有我喜歡想禮物的 即是我很喜歡在上網搜尋禮物 即是就算我自己沒有想法 我喜歡看聖誕禮物推介 即是我喜歡看那個環節 但啊 適合我 那一刻就是 還有很喜歡周圍走路 很喜歡聖誕前呢 即是在街上不斷找 其實是被一個藉口去逛街 然後就這樣看 這份禮物適合誰 不如我送給媽媽 不如我送給誰 我喜歡那個雲禮物 即是會花心思的人 即是可能 享受這個準備禮物的過程 有些人可能會 可能喜歡心思禮物 但有些女生也會比較實際 有朋友她是日本人 她是做絲花的 你知道日本的手工藝都很精細 她的絲花是在日本買得很好 即是那些女生收到都很開心 然後她就問身邊的朋友 在香港有沒有做 但誰知道身邊的朋友 一盆冷水就潑過去 就跟她說 香港女生是喜歡收iPhone的 都很適合 很適合的一個 那你們有沒有收過一些 男朋友做的 例如一些手工東西 例如相架 相冊 或者 手機後面印了你們的照片 我沒有想過 我也不是很想收 而且有些很流行的 不知道什麼盒 插面 那些爆炸盒 爆炸盒 要放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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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這些是OK的 但如果你把照片印在手機後面 再拿出街用 我就... 不,通常現在你可以 譬如我給了一張合照 譬如我給了一個 可能在網上的藝人畫畫 這樣就可以畫到 它是Q版樣 或者是一些 漂亮的 線條簡約的風格 那你就可以再去找公司去印刷 我覺得很多都很漂亮 而且沒有你想像中 那麼... 嗯...很噁心 沒有那麼... 肉麻 你的印象已經停留在以前那些 很老套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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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或者 你們有一句 你們屬於你們的歌詞 或者一些 詩句 你也可以弄一些 類似像 霓虹燈 那些 這樣掛出來 其實這些都很有心思 有些燈箱的也很漂亮 現在很流行這些 Taylor made的東西 一起弄 我會覺得 好過我 他給錢出去 這樣 一起搭 現在外面也很多 皮 做皮 或者做燈 寧願一起做 好過 可能他給錢出去 print一塊 拿回來 然後很大塊 還要放在家裡 你知道香港的家裡 都小小的 然後 嗯... 有一些牙位 大家剛才說了這麼多好的禮物 那你們有沒有收過一些 很伏的禮物呢 我有收過 花的 其實聽說花 花很好啊 沒錯 花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男生是不會買花的 你覺得他被人騙還是什麼 錯 他是買錯了花的種類 買菊花給你 真的菊花 拜山那種 怎麼會拜那種 真的買了拜山 不知道的 都挺漂亮 就買了 真的 這個是真實事件來的 黃色那種 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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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節 聖誕節 普通節 忘記了 我忘記了 但是我還記得那種花 那些收花呢 我也收過金沙花 在我很小的那個年代 不知道那一陣子很流行收一些 不是鮮花的花 因為我那一刻 都開心的 因為金沙都可以吃 但是你放在家裡 其實你又不會吃 它又很雅定 它又不是真的很有觀衆價值 但是比送西蘭花 或者菊花 我記得我收過 但是 單隻的情侶 那個 它只有那隻戴住了 不是 它自己那隻 它說我不想用那麼多錢 所以沒有買到 只買了一隻情侶 給我 那些花 是 然後我跟它分手 好可憐 然後 不知道在哪裡找 還要買了單隻 還有那些 有一陣子 很流行在裡面 黑了一些東西 很流行 在旺角那裡 可以買的 我也有 免費黑子 然後我說 為什麼只有一隻 我好像不夠錢 這樣也買了一隻 然後 我收過 最伏 或者比較伏的禮物 就是 遊戲 遊戲 是因為 玩開那隻Fever 例如今年是21年 它推出那隻遊戲 就會推出Fever 22 就推出 八年的數字 那我那陣子 女朋友 就不知道 就買了過一年那隻 是過一年那隻 即是買夠一版 那那隻我都有 還有第二單 就是 都是比較伏的 就是 那陣子有人 就送一些 積氣菲林相機給我 他就跟我說 裡面有的 上網買回來 那我拍 慢慢拍 我就拍得很慢 可能拍了半年至一年左右 那樣 然後到最後 就發覺 為什麼拍的都好像還扭到 我覺得很奇怪 就開始 已經多過本身的數目 一開發覺 沒有任何非常多 你是被人服了 我被人服了 他也被人服了 其實他的禮物都OK 但是這一份禮物都不錯 如果我拍得到 可能我已經是拍了一些 很多很珍貴的 但發覺原來沒有拍到 還有最想就是 曬完出來的 然後一開就是 嗯 我的朋友 之前就送過一對 炒駕球鞋給他的女朋友 送完之後 他說他們的關係都好很多 他們朋友都沒有經常發脾氣 如果你們男朋友 送一份比較貴的禮物給你們 你們會不會都覺得 不好意思經常發脾氣 會對他好些呢 我應該會的 我會變成一個 即是 會有些愧疚感 即是好像你都對我這麼好 我用整塊的脾氣 是不是不是那麼人道啊 那種感覺 即是還有 本身收禮物都會有那種 有少少負擔的 所以 即是貴的禮物 是的 反而有時候收到一些心意 或者是 甚至那份禮物是很普通也好 但是如果讓我看到你是真的想 或者你不斷在旁敲側擊 那我就會覺得 這件事是有意義一點 才會令到 還有會令到那個節日 是更加有紀念價值 那如果他送一份有心思的禮物給你 那你會不會不發脾氣呢 會 我本身都不發脾氣 那我覺得收禮物怎麼都是開心的 收到禮物過幾天我都會修煉一下 但是我又覺得 就是剛剛他說的昂貴一點的禮物 我就覺得 譬如說你的小禮物和昂貴的禮物 你收到的心情一定都會不同 譬如說小禮物你可以平時送 那你平時收到小禮物的時候 可能你大事大事 你的期望又會高一點 雖然有機會可能會有少許負擔 那你可能都花點心思 準備一份禮物送給他 嗯 都對 我覺得大家最緊要記得 其實送禮物的本 就是希望對方很開心 去紀念這個日子 而且這份禮物可以令你們的關係 變得更加好 就不要令自己太大壓力 覺得哎呀 又不知道送些什麼 是不是太便宜 不夠它貴 這個心態 今天大家都聽了這麼多 希望大家都收到心儀的聖誕禮物 也很感謝直男今天上來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聖誕節 拜拜 拜拜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讚好和subscribe follow我們etnet所有的平台 那就可以緊貼我們最新的資訊了